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的頻道 我是你們的主持 郭靖彤 中國和俄羅斯就著天然氣的管道 我們事在必行 接下來一定會有個叫做西伯利亞二號的計劃 要來照顧我們中國龐大的天然氣需要 但是這個計劃就自從一號 西伯利亞一號 投產以來經過五年都未正式開工 到底背後有些什麼原因呢? 我們知道對俄羅斯來說 尤其是北溪管道爆破了之後 西伯利亞二號對他們的生意是非常之重要 對我們中國的天然氣需要也是非常之重要 但是原來背後就是因為有一個國家在這裡玩東西 這個國家就是蒙古國 西伯利亞二號極有可能 因為蒙古國的玩東西而改道而行 而改道就是回到這個哈薩克斯坦那裡 去過來我們的中國來管道輸送 蒙古國極有可能因為他們玩政治操弄 學人崇洋美愛投向於美西方的集團 導致他們失去了每年 數以十幾億計美元的收入的過路費 那到底現在西伯利亞二號到底什麼時候會開工呢? 而開工決定了路線會不會依然是 經蒙古穿過蒙古來中原呢? 俄羅斯在這件事上怎麼看? 我們中國有怎樣的盤算 而蒙古國在這個時候 還會不會依然明環不靈 自以為是地玩政治操弄下去呢? 稍後就一一為大家來詳細說明 再之後為大家報導就是 普京在出訪越南之前 就和北朝鮮達成了一個進階版的 一個戰略夥伴計劃協議 其實本來就已經存在的兩國軍事互相協防協議 現在還要進一步地來加強當中的合作 甚至普京說極有可能 是會向北朝鮮那邊輸送軍備 要來回應北約輸送軍備給烏克蘭 但是講到這麼沉重的題目之前 都會為大家來輕鬆地講一講 兩國元首會面的時候 互相有什麼禮節有什麼精彩的節目 以及互送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國禮給對方 來輕鬆一回 在節目開始之前就由我格仔來呼籲一下 現在我們新潮民在8月份所搞到的 新疆北疆之旅就現在正式接受報名了 這次我們這個北疆之旅就為期12天 出發日期就會由8月18日至8月29日 有興趣的朋友就可以WhatsApp過去 加852-6828-7447 聯絡潘小姐來報名 以及查詢行程以及價錢 這次我們的北疆之旅 是經過我格仔 結合去年去過幾次新疆的經驗 而去到重新訂製的一個行程 哪些地方好玩不好玩 結合到我們去年的經驗一清二楚 而且也首次將團友的體能 眼睛是否有審美疲勞的標準 都加入這個行程中 我將會在這條影片最後的十多分鐘時間 就會來講解給大家聽 今次我設計到這個行程 有什麼重點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看這條影片最後的十多分鐘的行程介紹 再WhatsApp過去報名也不遲 時間快到了7月1日 7月1日慶祝我們香港回歸27週年 同時亦慶祝我們國安法成立4週年 7月1日晚上相信大家有各自的節目來慶祝 但那個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 分別是7月5日和7月6日的晚上7點至9點 我們就會再一次和新潮民的網友去翠林那蟹坊 這個明星食堂那裡你都品嘗佳牛 上次去年年尾的時候 我們吃過翠林那蟹坊所有中國現在第一熱手的菜 明星的菜式 那麼今年我們就有所調整 適逢也是翠林那蟹坊7週年的時候 英師傅特意推出了一個菜單 特別適合我們新潮民的網友 菜單方面 一開始大家坐下來就可以品嘗一個凍品 這個凍品就是冰爽酸梅葉虎瓜 叫做冰爽虎盡金來 不要看少許一個小點 都已經是一個獲獎的佳作 而另外就是上次吃了避風堂炒蟹 現在這次試試黑白胡椒中蟹 黑白胡椒中蟹就是新加坡做法 英師傅很有特別的烹調方法 會做得好吃的新加坡那邊 另外就是一人一隻機燒鮮鮑魚 龍蝦方面這次就不用這個腩菜來炒龍蝦 這次用米香來煮 只是那裡非常鮮味的龍蝦湯加上米香來煮 濕濕的非常容易入口 也非常感受到龍蝦的鮮甜 湯方面就有上次大家都讚不絕口的龍蝦花膠 雞煲匙 兩大塊大花膠就浮在龍蝦湯的面上 彷彿兩座山峰那樣非常讚嘆 海星斑方面這次不是像我們以往的飯局那樣 蒸一大條海斑給大家 而是骨香海星斑來煮 骨香就是先起肉 斑球來炮製 然後再將整條海星斑骨再炸香它 然後就有沙薑鹽水鵝 然後就有韭菜花炒 八吋長的大聖子王 有油渣福菜花 這道菜就是再一次翻吃的 因為這個福菜花特別鬆軟特別甜 就不是普通椰菜花那麼硬 上次大家都吃過蛋不絕口 炒飯方面這次有蛋白野米鮮背炒飯 第二種吃法 也都加了一道甜品給大家 就是爆豬羊枝甘露 夏天吃羊枝甘露就對了 每台我自己再贈送兩支紅白葡萄酒給大家 這兩支紅白葡萄酒 正正就是去年法國總統仿鐘的時候 國宴上面那兩支來的 就是西甲葡萄酒莊的佳作 有兩支國宴級的葡萄酒 和大家一起共進晚餐 希望大家慶祝一個愉快的27週年回歸 與此同時關於葡萄酒方面 亦都繼續進行推廣的 這兩支紅白葡萄酒 國宴級的葡萄酒 亦都可以繼續接受來訂購 電話就是603-1633 6803-1633 聯絡我一定要用WhatsApp 一定要用WhatsApp有文字記錄地 來進行訂位、訂貨、送貨的事宜 而今個月推廣的明星葡萄酒 就是這支N609 N609這支正正就是紀念 2020年因為國家戰略而再次 去視察零下的進展 2020年的6月9日 就是習主席去探訪西格葡萄酒莊 紀念偉大時刻的一日 亦都是因為這支葡萄酒 代表了西格葡萄酒莊 三隻他們平時最主力打造的葡萄 一起合樣的葡萄酒N609 這個月就是我們重點推廣的一支葡萄酒 習主席品嘗了這支葡萄酒之後 就決定用西格葡萄酒莊 來到2023年接待法國總統 接待這個世界葡萄酒第一大國 法國總統馬卡龍 也都讚嘆了一句說話 就是假意時日十年過去二十年過去 中國的葡萄酒絕對可以匹敵法國的波爾多 能夠當經世界船這五個字 也都寫在一個木盒上面 6031633請大家聯絡我 吃飯聯絡我訂位 訂酒就聯絡我 你也可以訂貨和送貨 6031633 WhatsApp來跟我進行溝通 在節目開始之前 也都上面呼籲大家 請大家留意一下 有沒有訂閱新潮民的頻道 如果還沒訂閱的朋友 記得按新潮民的訂閱鍵 再按旁邊的鈴鐺 再按全部 才為之完成整個訂閱流程 是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通知 在這裡就有勞大家 事不宜遲現在就為大家報道 本來西伯利亞二號就是俄羅斯的天然氣 輸送過去我們中國的中原一帶 照顧我們龐大的天然氣需要 本來這個計劃是時在必行 一條西伯利亞一號經 黑龍江那邊過來 不夠 要二號才勉強 為之足夠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個項目 在一號頭產以來 西伯利亞一號頭產以來 為什麼偏偏是這條西伯利亞二號 事隔五年呢 其實我們中央的官方 都還沒有一個很完整 和很官方的協議 是覺得這條管道是需要動工呢 原來就是一個國家在這裡玩東西 這個國家就是蒙古國 直至目前這一刻 中國都沒有一個很具體的說明 說要什麼時候開工 說肯定 肯定做的就是西伯利亞二號 是一定會要做 但是這條管道會不會是穿越蒙古國呢 這件事情我們中國 還是有一點點知不義對 其原一 不是我們做事 不決斷 而是蒙古國這個地方 在這裡玩東西 蒙古國 大家如果有留意這兩年的新聞 都知道了 開始有些行為 是傾向於西方西美集 還要是崇洋美愛 站起最壞的那邊 就是美國那邊 就學人玩 什麼戰略多邊主義 其實就是引狼入室 而且 將自己的國家 賣給美國 去進行一個情報基地 甚至進行一個跳板 曾經策劃過 這個哈薩克斯坦那邊的顏色動亂 不過這些呢 我稍後慢慢和大家講 說了這個西伯利亞二號計劃 那本來呢 西伯利亞二號 是可以每年 運送 350億立方米 由俄羅斯那邊 經天然氣管道 運到來中國的 但是因為蒙古國的玩東西 現在極有可能會繞道而行 會經哈薩克斯坦 過來我們中國 而經哈薩克斯坦來我們中國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之成熟 和比較安穩安定的一個計劃 因為本來哈薩克斯坦和我們中國 已經有天然氣和石油的運輸了 但是呢 其問題就是經過哈薩克斯坦 要經過一些阿爾泰山山脈 那那個是一些高原極地雪峰 是一些成本較高的基建項目來的 如果經蒙古國的話 那那個成本就會相對較低 俄羅斯極之需要西伯利亞二號 因為它的北溪管道爆破了 一號就已經沒有在這裏用了 二號兩條管道也只有一條在用著 所以失去了這個龐大的生意 其實俄羅斯是極之需要一個 新的能源輸出國 來去彌補它在歐洲那邊的選擇 要講回俄羅斯的天然氣和石油運輸的歷史 我們可以由這個九十年代開始講 其實在我們中國國力未強的時候 不要說歐美集團 其實俄羅斯都不是很幸運我們中國的 這個是事實 就在九十年代之前 就是我們中國在改革開放開始騰飛之前 我們沒有這麼大的能源需要 俄羅斯就很少有計劃去想 開拓我們中國市場 只是以前俄羅斯在庫業島那裏的油田開發 它都特地請印度公司 美國的公司 日本的公司一起來投資 但是就忽視中國 而它賣的市場一直都是傾向於歐洲 日本和韓國這三大市場 大家都知道蘇聯就倒台 但是俄羅斯都因為天然氣和石油的運輸 令到他們可以保持著經濟的上升和GDP的上升 在當年葉利欽為總統的時候 他是非常之傾向於西方的 那時候想到這些事情 就是不要刺激到西方集團的這個 所謂的休克療法 要來照顧和治療他們國家的衰落 因此石油和天然氣的輸出 可以說的是俄羅斯唯一能夠支持 他們的經濟支柱的一個大動物來的 那麼我們中國那時候 是並沒有得到俄羅斯的資源來輸入的時候 我們是經哪裡呢 中國我們是聯同找到一個地方 靠近我們的哈薩克斯坦 就和哈薩克斯坦一起研究 建設了一個叫做中哈石油管道 作為我們國家第一條的跨境輸油管道 亦都因爲這樣令到哈薩克斯坦那邊 他賺很多錢 而那個輸送的管道就是由哈薩克 再去到霍爾果斯烏魯木齊 套魯凡這些地方 就輸送到我們中國的不同省市那裡 這條中哈石油管道就是2004年開工 而很快因為我們有極度的能源需要 2005年就開始投產了 投入產業 每年輸送一千萬噸的石油 過來我們中國的 而如果一些石油是來自俄羅斯的話 哈薩克斯坦每年是說的 只是路費都可以收到 當年1.5億的美元路費的 所以趕快我們在2007年 又一次再開工 來進行第二期的擴展 然後在2009年也投入產業 令到我剛才說了 每年輸一千萬噸的石油 提升到二千萬噸的石油 來照顧我們中國龐大的石油需要 接著在2008年 2008年哈薩克土庫曼斯坦那裡 我們也建設了一個中亞天然氣管道 是第一條我們中國對外的天然氣管道輸送 2008年這麼巧就是在 剛才說了石油管道的第二期工程 開工和投產中間的那一年 即是說我們2004年開工 2005年有第一條石油管道 2007年立刻起第二條 起第二條石油管道的時間 已經立刻再起天然氣管道 用來照顧我們天然氣和石油龐大的需要 短短都是這幾年間 那2008年這麼巧又發生了些甚麼呢 2008年又進入了一個西街 都可以說是非常震撼的 就是所謂的刺案金融的危機 2008年歐美的世界非常之不好過 因為他們經濟受到嚴重的打擊 跟著歐、日、韓這些市場 都導致俄羅斯輸出去的能源不好賣 所以他們開始開拓中國的市場 而適防那時候中國的能源需求 市場是越來越大 所以在2009年中國和俄羅斯 就達成了一個協議 開始就著他們第一條中俄的石油管道 開始動工 而在2010年10月31日正式投產 每年輸送1500萬噸的石油去中國 結果投產不久 2014年的時候 即是2012年普京再上任 他開始明白到 親西方沒有甚麼好下場的時候 首先要做到俄羅斯要戰略自主 然後沉覓應該信得過和友好的盟友 2010年中俄第一條石油管道投產 沒有多久4年之後2014年大家都知道甚麼事 就是克里米亞那邊的事 因為克里米亞俄羅斯要拿回一些本 覺得屬於他們俄羅斯的領土 而受到西歐集團來制裁 所以在制裁底下更加吹谷俄羅斯 要向東方這邊來靠近 回到我們今天這段新聞的主人翁就是西伯利亞號 西伯利亞1號是甚麼時候投產呢? 就是2019年來進行投產的 每年輸送38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給我們中國 但是一條是不夠我們用的 所以趕快就立即有第二條建造的方案 第一條西伯利亞號 就是由俄羅斯西伯利亞秋明州裏面的亞馬爾 第一條管道就是由俄羅斯經由黑龍江來進入我們中原一帶 輸入到我們中國的各省各市 甚至可以直達上海這些城市 那2019年投產沒來就積極想研究 就是西伯利亞2號 不但中國是需要更多的天然氣 俄羅斯亦都想輸出更多的天然氣 但是在2020年的時候 這個構想本來西伯利亞2號的管道 就會在俄羅斯的西伯利亞 秋明州的亞馬爾 再經由蒙古國進入我們的中原 但問題就是2020年蒙古國開始玩東西 這個地方 本來如果它乖乖地坐定定 只是在這個天然氣輸送 它都可以助收每年10億美元的過路費 輕而易舉 但是呢 偏偏蒙古國 因為其實美國早就已經選了這個地方 作為一個威嚇俄羅斯和中國的一個基地 美國在蒙古國那裡煽動敵視華人 其實已經講了很久 不單是華人 還要是俄羅斯人 其實在這個文宣戰 文宣工程 認知戰上面 也都因此而導致很多蒙古人敵視中國人 也都不多對俄羅斯人友好 本來俄羅斯 中國再經蒙古的西伯利亞二號 達成了初步的協議 也都建設了一個叫做東方聯盟輸送遊戲管道公司 但是呢 美國就加快它的腳步 來煽動蒙古那邊 玩政治 先是蒙古配合他們所謂的第三輪國的國策 這個外交的國策 意思就是 如果在傳統地域疆界上面 本來蒙古這個地方 北就是跟俄羅斯接讓 南邊就是跟中國來接讓 就沒有第三個國家 所以蒙古一直以來有些所謂的第三輪國的外交戰略 就是經外交關係 跟不同的地方就建立一個好的外交關係 就仿視好像輪國一樣 經由這個蒙古2021年新的第三輪國的策略 他們就大大力地來去親美 除了引入大量的美國公司 來開發蒙古的稀土 這件事其實是有點得淡笑的 因為你怎樣開發稀土 你沒有整條稀土的分離和整合的生產鏈的話 你最後也要靠中國 但是說出來就好像 蒙古協助美國 減少對中國的稀土依賴這樣 這個世界目前 稀土有九成都是經中國生產出來的 而美國的所有稀土原料 其實也要最後運去中國那裡 來變成稀土的金屬資源 但是另一方面 蒙古甚至把自己的領空賣給美國 就准許美國 所有民用的航空空域都對美國來開放 要來加速物流、運輸 但是其實背後也有 這個情報和軍事戰略的意味在那裡 所以蒙古國除此之外 也有很多人知道 是美國一個情報條板 來去策動在中亞其他國家的一些顏色動亂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一直以來 對蒙古國這個國家的穩定性 和他們的所言所行 我們要觀其行聽其言 是對這個國家沒有什麼信心的 但是俄羅斯 它有另一套他們的戰略計劃 俄羅斯其實就很想 將管道經由蒙古 也都可以藉此開拓擴大 俄羅斯對蒙古國的影響力 俄羅斯覺得這個戰略是有可能可以 來到經濟上面 掀制著蒙古的 所以兩國在這方面的戰略方面 有少少分歧 而俄羅斯在盈利上面 因為大家都知道 2022年開始爆發些什麼 爆發的就是北溪管道 我不是說俄烏戰 不是說這麼大 北溪管道的爆發 導致北溪1號就不用用了 北溪2號兩條管道 只有一條在用 所以大大影響了俄羅斯對歐洲的能源輸出 在俄羅斯的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Gasprom 2023年來它的季度業績 史無前例來他們開了 公司這麼久都未試過虧損 虧損了560億 這東西象徵著俄國的核心經濟 都有虧損了560億這麼多 西伯利亞2號本來的計劃 如果是經蒙古的話 就是全長3550公里 當中有950公里都將會在蒙古國裡面 現在2024年 屬於俄羅斯那一節 上半年已經開始動工了 但是蒙古總理依然在這裡玩東西 而中國這邊 按照原先原本的計劃是經過蒙古的 但是現在有可能 擾道而行 就會經哈薩克斯坦 進來我們的中原一帶 如果要經哈薩克斯坦 就是擾道而行 成本是會相對提高 為什麼會提高呢 因為哈薩克斯坦會經過一些 亞爾泰山山脈那些是高原 雪峰來的 但是以今時今日 中國的基建能力來說 任何極地我們都能夠克制 所以要將這個項目 如果經哈薩克斯坦落實 絕對在技術上我們是做得到 成本呢 建設成本可能相對提高 但是對急需要賺錢的俄羅斯來說 無論如何他們都要開始先的了 所以他們先走 之後可能中間和後半段 就邊做邊談 這次剛剛在五月中的時候 大家知道普京 帶同了一眾俄羅斯的外訪團 一起來到中國的 其實當中也都包括俄羅斯的副總理 阿力薩德爾諾瓦克 他是那麼多位副總理裡面 他是負責主管石油和天然氣板塊 這次也都和這個代表團一起來訪中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 這次在能源上面 這單也是一單中俄的外交談判上面 一個重大的 topic 西伯利亞二號若然成功能夠投產的話 每年就會輸多五百億立方米的天然氣 給我們中國 對比北溪來說 一條就… 例如一號就輸五百五十立方米 這個五百億立方米的預測是保守一點的 相對目前來說 在數字上可能少了五十立方米 但是在投產的時候 在輸送的過程 可不可以開始增量這件事 都是其實有個幅度的 而五月的時候 俄羅斯的團隊來北京進行外訪的時候 也都講了深化新時代的全面戰略合作夥伴計劃 本來中國和俄羅斯都已經是全面戰略合作夥伴 但是就要深化新時代 除了經濟和能源保持 經濟能夠上升 能源能夠安穩 也都達成了一些協議 就在產業鏈和供應鏈上面 互相來協作 能源方面 我們中國可以扣俄羅斯入口石油 天然氣 液化天然氣 煤炭和電力 有很多時評 我可以為大家講一下那些 送樣美愛的時評講些甚麼 就說中國和俄羅斯 為何西伯利亞二號一直都不開呢 就是因為價格談不上 前期工程和中期後期工程 工程師工程費用 之前講一套 之後談另外一套 就說我們中國不願意付錢 這些是崇洋美愛的人說的一個版本來的 崇洋美愛的人說的版本更好笑 需要和大家來講 就是他們說因為中國怕了美國 如果和俄羅斯再有能源的互相合作的話 就會被美國踢出這個SWIFT系統 因為和俄羅斯有能源買賣這件事 是會受到西方制裁的 因為中國怕了美國 所以遲遲不敢再開西伯利亞二號 甚至現在和俄羅斯的貿易都開始放緩著 因為怕了西方的制裁 這些就是崇洋美愛分子 他們說出來覺得自己很過癮很high的一個說法 但其實背後我們所有人都知道 真正的原因就是 到底那個寒道要不要穿過蒙古國 這個才是為之重點 蒙古國就是一個西方眾星深打造 想去用來制衡俄羅斯和中國的一個跳板 經過這麼多年的打造 已經大量的敵華分子已經在裏面了 而且這個顏色動亂分子也都在裏面紮根 所以在這個西方的戰略面前 至於本國的利益 經由蒙古國的天然氣管道的過路費 夠不夠強大去令到蒙古國迷途知返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蒙古國這個國家到底它的心性如何 容許我引用最近在今年3月的一個新聞 來講給大家 3月那時候話說在網上的媒體也都不停地報導 報導著就是美國那邊有個名主持叫做Tucker Carlson 他就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做了一個專訪 和實地考察俄羅斯 那段實地考察俄羅斯和和俄羅斯普京的專訪 世紀大對談就變成了一個時候2月3月的新聞頭版 因為他就不會一面倒來支持美國的 他就很中肯地說了很多西方集團 尼抹克俄羅斯 即是篤爆了西方集團抹克俄羅斯的那些假文宣 最重要就是在這個對談裏面俄羅斯普京說 怎樣看烏克蘭這個國家 俄羅斯普京說我從來就不覺得 烏克蘭根本就是一個國家 根本烏克蘭從來就不是一個實體存在的國家 只是起本世紀初 蘇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之前 之前俄羅斯都從來沒有一個國家 普京還引用了千多年來俄羅斯文化的根基 來進行對比 大家都知道烏克蘭怎麼來的 就是2014年顏色動亂到來的 但是要講一下就是 這個時候蒙古國的前總統又出來抽水了 本來就不關他事的 但是從中我們就可以看到蒙古國那些人的心性 大概想到些甚麼 尤其是最有國家代表性的總統 蒙古國的前總統厄勒貝格道爾吉 就在社交平台上面 即那個Twitter現在叫Kalx 就說普京在和美國福士新聞的 這個明主前Tucker的一個世紀對談裏面 就說了歷史淵源這件事 那不對我蒙古國又說一下歷史淵源 他就在社交平台上面 鋪了幾張相片出來 這幾張相片分別就是 在幾個世紀蒙古國在歷史裏面 他的地域和版圖 然後他就說了 講歷史的話 我很多東西跟大家講 在歷史上面 蒙古國就是歷史上最遼闊 邊疆最闊最大的一個帝國 那這四幅圖可以證明 在幾個世紀 俄羅斯其實都是屬於我們蒙古國的領土 我們蒙古帝國 復原可以去到2400萬平方公里那麽多 我們的地域疆界 不單止去到中國 還要吞上哈薩克 我們蒙古自己 把俄羅斯再去到中亞那麽多國家 甚至去到中東 都是我們的版圖之一 我沒事沒事 我見俄羅斯普京在講歷史 那我也講一下 沒事的我沒有其他意思 我們蒙古國是和平和自由的 這個就是他在社交媒體講的東西 大家覺得聽完這個前總統 蒙古的前總統 一些這樣的說話的時候 也覺得他們國家的人的心性 其實是怎樣的一班人 再之後為大家報道 就是在6月18號和19號 在俄羅斯總統普京出訪越南之前 他就和北朝鮮的最高領導人 金正恩有個世紀的會面 這個世紀的會面 也都加強了他們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 提升到一個 兩國互相協防的一個新境地 這個新境地 就除了兩國任何一個國家 如果受到一個國家或者多個國家 圍剿入侵 導致他們國家有這個國家安全問題的時候 第二個國家都可以直接自動地去進行協防 本來這個協議 根據以前的戰略合作夥伴的協議 都是類似有這樣的協防關係 但這次不同的地方 就是普京甚至說到 隨時因為這樣的協議 俄羅斯是會開始提供軍備給北韓 這個說法就非同小可 完全挑動了西方集團那邊的神經 而俄羅斯普京說些甚麼 他就說他有這樣的行為 就是要來回應北約 攻軍備給烏克蘭的一個回應 這個就是一個後果 那麼在這麼沉重的 這個互相協作防衛協議之前 那說些話跟大家輕鬆一回先 要說的就是 當這個俄羅斯總統普京到達北朝鮮平壤的時候 有怎樣的級別的禮代 兩國的無論是朝鮮俄羅斯 兩國的外交關係 其實一直以來有多親密 在這個外交禮節上面 怎樣體現得到一路走來的情懷呢 然後也會跟大家細美一下 兩國的元首送些甚麼國禮給對方 也是別具心意的 那現在新聞媒體呢 就大家看得到啦 就是 北朝鮮的金正恩 就選了他們的錦秀山的營賓館 來去招待這個重量級 他們可以說的是 金仔眼中最高的盟友 俄羅斯普京 而除此我亦都為他 安排了這個音樂會 來作觀賞的 但是呢很多新聞媒體 在這個外交禮節上面呢 不其然就 將這個注意力 擺放在一輛車上面 這輛車不是別的車 這輛車正正就是俄羅斯 由頭到尾一手打造一個名車的牌子 就叫Orus Orus這個牌子 就是因為俄羅斯受到西方集團的制裁 所以西方美歐集團的名車 他們都不載入的時候 普京先生痛定思痛 覺得一定要有一手 我們由頭到腳 親自打造的名車 所以這輛Orus牌子 亦都稱為金色俄羅斯年代 而這輛在北朝鮮那裏 他們兩國的元首 坐上了這輛 就更加是這次外訪普京帶過去的 Orus最高級別 Sanet系列的最高最新的版本 意思就是其實之前都送過一部 其實不是太遠 今年的二月就已經送了一部 Orus的Sanet給金正恩 現在再送一部 說是最新版本的 這部稱為金色俄羅斯最高級版本 Sanet 即Sanet 英文名就是國會的意思 幾個氣勢的名字 就是坊間現在新聞的時評在說 價值是三百七十六萬至七百五十三萬港元 那麽上緊 其實都不是 不是三百七十六萬 亦都不是七百五十三萬 現在送給金正恩這部 是價值1.2億美元的 應該是成十萬港元那麽多才對 為什麽呢? 因為跟民用的一般不同 這部是經過特別改造的 話說跟民用的不同 這部是彷彿被譽為一部小裝甲車 因為它真的用裝甲車的複合設計 來打造它的車身和玻璃 經得起的衝擊 就不單止你拿著AK自動炮在這裏 它可以絲毫無損 你找些火箭炮來打它 它也頂得住有餘 而且車廂用了特別的防震系統 這個特別的車身吸震 令到就算你在外面拿火箭炮 射過去 它車身一爆 雖然車頂得住 裏面都會震到無倫 裏面都依然能夠減低震動 令到車廂裏面的高級領導人 能夠頂得住 然後這部車亦都有一個特別的防水系統 這個特別的防水系統就是 萬一遇到什麽事 這部車浸的時候 裏面不會關掉引擎 裏面都依然能開車 甚至就是若然 這部車進入了真空狀態 因為以防外面的野入侵的時候 裏面都有一個裏面的內氣循環系統 讓裏面的人依然夠氧氣來呼吸 然後這部車在性能方面 配備6.6星的V12引擎 雙窩輪增壓發動機 這部車馬力 850匹馬力 這部車是一個龐然大物 車重有7噸那麽多 能夠在6秒內加速到100公里 甚至這部車如果是普京自己拿那部 和送給金仔這部 最有這個裏面有一個反雷達系統 就是為了等這個國家的元首 坐車到處去的時候 不要讓一些西方的集團 用雷達 detect 到它去哪裏 所以絕對是一個 不是一般的 Aura Sandiv 的高級版 是一個領導人級的版本 我們有錢 不是說我們台1.2億 就可以買得到的版本 這部車重討著俄羅斯的驕傲 叫做金色俄羅斯年代 有人說它的款式 就跟這個盧斯萊斯很像 金仔是一個車迷 所以送車給他就最對 不過俄羅斯送車給北朝鮮 不是那麽簡單的一個意義 當然以金仔來說 他是一個車迷 他見到靚車絕對是愛不適守 其實俄羅斯送車給北朝鮮這個行為 就要講到史太林年代 在當年金日成剛剛建國的時候 因為他們國家就一窮二百 甚麼都沒有 而且西方集團是不會送車給北朝鮮的 史太林當年就將 因為其實以前 前蘇聯年代曾經 在這個車的工藝技術上面 都本來可以是位列世界頂尖的 但只不過之後經濟動蕩 和歐洲集團那邊的興起 所以就取代了俄羅斯 所以送車給北朝鮮 俄羅斯送車給北朝鮮 絕對是表示他們兩國的關係 一路走來 回歸友誼之初 這是一個舉動來的 那愛車這件事 是很多年輕人的情懷來的 其實金正恩雖然是一個 現在是一個國家的領導 但他都是一個年輕人 他都不是很老而已 嚴格來說他只不過80後 所以喜歡刺激 喜歡車絕對是合理的 想當日2018年的時候 特朗普和金正恩 曾經有過一個世紀的回面 叫做特金回面 那時候金正恩其實都看著 特朗普的美國的 有一個beast 就是看著眼睛睛的 然後特朗普說 不用看了 上我的車 走回轉 金正恩卻對眼神充滿猶疑 又很想上去 但又覺得不應該上去 最後都沒有上去 那金正恩最後信了 上去什麼呢 就是在2023年 即是去年的9月 金正恩就獲邀請 去到他們俄國的太空發射站 那裡參觀的時候 就太空發射站一定要看 但是呢 靚車也一定要看 眼睛睛睛睛看著俄羅斯普京 那架Orus 金色俄羅斯年代 這個最高級Sanit版本 那這架Sanit版本呢 俄羅斯普京那時候很識趣 就說不用看了 上來走回轉 那時候他就坐在後座那裡 跟普京一起繞了一圈 說他的感覺非常棒 而自此之後 普京也都知情識趣 在第二年的2月 就馬上送了一架給金正恩 北朝鮮這個國家 就要很有錢人才可以買到車 而領導人駕駛的車 也都是很有代表性 但是以前呢 在沒有Orus的年代 金正恩只能夠有什麼車呢 就經這個走水的渠道 所有車行呢 他們都恥口否認的了 說我有送車去北朝鮮那裡 每個人都說沒有了 就有這架 盧斯萊斯的Phantom 金正恩有一架 金正恩本來在2018年 進入了兩架 Benz S-Class系列的 S-450 又是不知道怎樣過去的 Benz那邊說 我不知道啊 我從來不知道有送車過去的 他自己甩回來的 然後他也不是很滿意 這架S-450系列 因為他未來就成功入了一架 S-650的Maybach系列 那這架S-450 他就給了他一些下屬 然後呢 SUV方面呢 金正恩入了一架 Nexus的LX-750系列 也是走水來過去的 那現在呢 當然呢 數金正恩的心頭號 他最大的愛好 就是這架 金色俄羅斯 Orus的國會系列 有些這樣的厚禮給金正恩 可以見得是 俄羅斯有多麼重視兩國的關係 還有一路走來的情義 兩國呢 這次的會面 這次其實是俄羅斯普京來出訪 去到北朝鮮那邊的 有很多禮物的互換 話說起去年 俄羅斯呢 就著金正恩的到訪 去年的年終的時候 所謂保劍疾烈士 俄羅斯在他到來之前 他已經用了成年的時間 精心打造伏克一把 十八世紀的俄羅斯寶劍 那時候用上最罕有的木頭 再加上一些最名貴的寶石 打造這把價值連城的寶劍 外於這個油管頻道的敏感 我只能夠給一些劍招和劍兵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如果搜索的話 不難找到的 這次普京過去 他又獲得一把什麼呢 這次普京過去 金正恩又獲得一把俄羅斯海軍上將的匕首 也都是一把很有代表性 價值連城的冷兵 那其實呢 為什麼這次會送匕首呢 因為金正恩在二月的時候 也都送了另外一些東西給俄羅斯普京 就是既然你去年送過劍給我 我今年也送過劍給你 金正恩送了一把韓國歷史的一把名劍 叫做朝鮮寶劍 那個樣子呢 是有點像我們的上方寶劍的軟體的話 但其實呢 我不可以近看 因為油管敏感 他是略呈這個彎道 其實就是等於我們中國以前的一些苗刀 或者叫做唐刀 就是一把名貴的歷史文物來的 所以劍就送完了 這次呢 普京就開始送匕首給人家 那不知下次呢 這個北朝鮮會送什麼匕首 送回去給這個俄羅斯普京 那但是呢 冷兵的護送 只不過是一個象徵 最重要的就是 在俄烏之爭一開始那一年的時候 朝鮮是送了炮彈火箭彈 和彈道導彈給俄羅斯 來作為這個協防之用 那所以接下來 如果俄羅斯也都送軍備 給北朝鮮的話呢 也都是合成合理的 只不過這個合成合理呢 在這個美歐集團的 所謂的世界規矩裡面 就要獲得制裁了 那但是當然啦 他們兩個都不怕 因為在進一步的互換合作裡面呢 其實還有下面還有一個中國 來保持著這個產業鏈 和供應鏈的安穩 那除此之外呢 那我們看一下 金正恩有什麼回禮呢 話說金正恩呢 我們中國有一個叫做 熊貓外交 其實呢 北朝鮮也有一個 他們國家的國寶級寵物 來進行這個寵物外交 是什麼呢 就是叫做風山犬 一隻他們當地的品種 奶白色 非常之可愛 耳腿又尖的一隻狗隻 那這隻風山犬呢 就送了一對給普京 是他們國寶級的狗品種來的 對上一次送給什麼人呢 對上一次呢 就送過給這個文在寅 南韓那邊的文在寅 在2018年送的 但可惜之後呢 因為政治啦 他就棄養了這兩隻狗 就送了給動物園 那既然他不懂珍惜的時候 相信俄羅斯普京呢 是會珍惜的 繼我說呢 韓國那邊 南韓那邊的總統 值得收到些什麼呢 值得收到呢 拜老頭那些冠軍 那些冠軍級的狗隻 即是會在白宮裏面亂誓人 那些就適合他們了 表示呢 美國養真的狗隻 都餓過你這些走狗的 那但是呢 普京先生收到兩隻狗 那更加令他吸引的呢 他是這個外交接待儀式那裡的一隻馬 一隻非常漂亮的白馬 大家都知道 普京先生呢 從來都是對馬這件事情有獨鍾 也都曾經呢 來脫去上衣 騎在馬背上 拍了歷史性的一張照片 顯示俄羅斯男兒的徵狀 那他就忍不住 就在記者採訪著 拍照的時候呢 走過去 就拉一拉這馬的姜誠 來跟這馬把換一番 欣賞一下這隻白馬 那金正恩呢 也都會去拿了一些蘿蔔 一起去餵馬 兩個人一起玩動物 那其實呢 整個外交過程呢 大家有說有笑 兩位領導人玩車的時候呢 又將新過去的那輛車來兜風 先呢 就是本來送車給金仔的時候 就告訴他這輛最新款來的 上次那個是舊的 今次新款馬上送給你 俄羅斯普京甚至就 駛開了他的司機和徐松就說 我來到駕駛 親自來到駕駛金正恩 兜了幾個圈 而金正恩也都非常明白 外交的禮節 在回程的時候 由他來拿回總統普京先生回來 外交禮數呢 是做到十足十 那一直以來呢 朝鮮和韓國都是 全面戰略合作夥伴的協議 這個協議都要追索的話呢 其實是追索很久之前 就是在朝鮮和蘇聯時期 1961年他們都一早已經簽了一個 友好鄰國合作的條約 友好鄰國合作的條約 當時就已經說 一方受到攻擊入侵的時候 第二方就開始可以 進行合情合理的支援 但是在1991年呢 大家知道 蘇聯臨台 1996年這個條約就廢了 而2000年呢 俄羅斯和朝鮮 又再次簽了一個 友好的合作條約 當中也都包括 互相來協防 若然任何一國有些什麼事 馬上自動呢 就進行這個軍事的溝通 但是今次和以往那個條款和協議 有些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那今次俄羅斯和朝鮮 就經由朝鮮的媒體呢 過了兩天之後呢 就開始全面公佈裡面 今次的協議條款呢 就是由23項條款來組成 而當中第四條呢 就是再一次強調到 任何一方受到力量的入侵 無論入侵的是一個國家 甚至幾個國家都好 首先呢 就是談判的管道要即時全部打開 毫無任何拖延 另外呢 兩國就自動協防 他們講到 這個協議呢 是合情合法 是經由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 聯合國憲章五十一條呢 就有提到 這個世界任何一個聯合國的國家 只要受到入侵的時候 他們都有 無論是單獨或者集體自保的權利 普京就住這一項協議提到 他極有可能呢 就是會將軍備輸送過去北朝鮮那裏 要來回應南韓曾經供應過軍備給烏克蘭 普京現在形容這個行為絕對是大錯特錯 而北約供應武器給烏克蘭的後果 就是俄羅斯供應武器給北朝鮮 美國呢 當然是神經跳起 因為一直以來 如果講道理的話呢 那美國供應軍備給南韓那裏 又怎樣算呢 是不是單方面也都令到 這個朝鮮半島破壞它的穩定呢 原來呢 你美國供軍備過去南韓那裏呢 就不是破壞穩定就是維穩 俄羅斯供應軍備給北朝鮮呢 就是破壞穩定 原來是任你們說的 雙方同意了 就是要加強彼此的防禦 為了去到戰時的黑能夠迅速止戰 而且加強啊 北朝鮮講到 加強在國際舞台上面的合作 根據我上一集跟大家講過了 馬來西亞泰國都講過 加入一帶一路 會令到他們在國際舞台上面有更多的表現 明白到振興亞洲的重要性 是我們的主席習近平先生 意思就是說呢 這個世界如果國際呢 不只是美歐集團為之國際 這個世界已經有分了兩邊 有另一邊的國際 朝鮮那邊講的國際呢 就是這個世界另一邊的勢力 所以俄羅斯和朝鮮的進一步的軍事的脅防呢 就是能夠做到真正的這個世界公平對等 更加戰略穩定的新秩序 這些都是朝鮮那邊經過媒體 所表達出來他們的看法 那麼今天我的分享呢 就暫時來到這裡 在節目結束之前 就由我格仔來親自介紹一下 新潮民在8月份所搞到的 新疆北疆之旅 究竟是怎樣的先 這次我們的行程就為期十二天 出發日期就會由 8月18號至8月29號 由於這次這個行程 是由我格仔 結合到去年 三次去到新疆之旅 所改進到的經驗 而重新編排的行程 所以這次的行程就和去年有點不同 是結合到究竟有哪些地方好玩 不好玩 好玩的我們就保留 再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亦都加入大家的體力考量 以及眼睛疲不疲勞 而重新設計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過去 加852-6828-7447 聯絡潘小姐來報名 以及查詢價錢和行程 事不宜遲 就和我們說一下 這個行程第一天 我們首先就會由香港出發 就會乘搭直航機 直飛到新疆首府烏魯木齊 之後在烏魯木齊 我們在休息安頓好一晚之後 就會正式出發 到第二天 我們就會翻閱 全長有2500公里的天山 南天山部分 然後就會來到全中國最大的 內陸淡水湖博士騰湖 在這幅圖中 我們就可以看到 何謂中國第一的內陸淡水湖 它的面積 比起我們整個香港 加起來還要大 從前來說 人們就會說到 新疆內處於亞洲的中心位置 在這裏 距離最近的海洋 都要三千多公里 是一塊沒有水的地方 但是如果大家見過博士騰湖的話 就會對新疆缺水的這個印象 完全顛覆 在這裏 就是屬於新疆人的海洋 我們當然就要來看看 再之後 我們就會去到富伊勒市 這個被稱為里城的地方 它是有著全中國最好吃的里 然後在安頓一晚之後 就來到第三天 我們就會來到 我們行程的其中一個重點 有人間仙境之稱的 巴欽布魯克大草原 同一時間 巴欽布魯克大草原 也是中國第二大的草原 來到這裏 大家就可以見識到 平時我們手機或者電腦 所用到的那些wallpaper 一般都以大自然環境 作為藍本 來到巴欽布魯克大草原 你就會見識到 比電腦屏幕、電視屏幕、手機屏幕更漂亮的 現實版wallpaper 比我們在電腦或手機看到的 還要來得更加真實 更加漂亮 我自己看完也是畢生難忘 當然在巴欽布魯克大草原 還有一個不可以不看的位置 這個就是巴欽布魯克草原裡的九曲十八彎 如果大家幸運的話 也可以在黃昏的時候 見識一下 什麼叫做同一時間 見到九個太陽 這個奇特的場面 在完結了這一天的旅程之後 我們就會來到第四天 這個同樣都是我們整個旅程裡面的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會去到 和巴欽布魯克大草原 叮噹碼頭的 那拉提空中草原那裡 但是我們在去到那拉提之前 就會來特意精心安排到 乘坐商務的豪華車 來穿越一下著名的獨庫公路 獨庫公路也是被我們全中國熱愛駕駛的人士 被譽為一生必經的一條 屬於我們中國的公路 獨庫公路每年只會開放三個月的時間 在走完整條獨庫公路 大家就會見到何謂一條公路經歷四個季節 然後在我們穿越了獨庫公路之後 就會正式進入到那拉提空中草原 這個國家5A級的景區 那拉提空中草原美麗的程度 真的可以說到是非不默可以形容得到 當然看完空中草原也是不夠的 我還特意安排到到草原旁邊的花海那拉提 來給大家看看 什麼叫做漫山遍布不同色彩花位的壯麗的情景 在這裡大家記得多拍照 出盡全力打卡 保證你是一世難忘的 然後我們就會進入到第五天的行程 這個行程是我隔離今次新加入的一個新景點 我們就會去到位於新疆特克斯縣附近的赵蘇大草原 和前面兩個草原有少許分別的就是 我們來到這裡所看的就是連即使全中國都很難找得到的天馬肉河 就是由當地的牧民一邊趕著當地生產的伊犁馬 也就是俗稱的天馬 數十隻的這些天馬在河水裡奔跑 激起陣陣的浪花 這個情景相信也會令大家不生難忘 在看完天馬肉河表演之後 我們就會來到著名的特克斯 這裡也稱是八卦城 八卦城顧名思義 第二 如果從天空上來撫陷的話 整個特克斯城就仿佛一個大型的八卦一樣 沒錯的確它是參照著逆經八卦的造型來建造 整個城裡有放射型的四環六十四條街道路路相通移城 在這裡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整個城裡沒有一盞紅綠燈 這個也是這個城最特別的地方 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 就是憑著我們古代的智慧而突克斯城 也是全中國唯一一個沒有紅綠燈的完成 來到這裡我們一定要好好見識一下當中的澳秘 當然我們也會來到近年八卦城裡 都有一個新興的旅遊項目 這個就是當地市政府非常用心地設計到的 就是一個盛世華疆的夜賓分項目 其實大家看到我以上的配圖都不用怎樣形容到裡面有什麼玩 因為此情此境是不需要再用文字去描述的了 之後我們就會來到第六天的行程 就會由特克斯縣去到北疆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完成 這裡就是我們中國伊尼哈薩克自治州裡的首府伊寧市 從前伊寧市是我們中國整個新疆裡的第一首府 但自從清末年代因為列強入侵 新疆的面積縮小了 所以就令到從前伊寧市是我們整個新疆的中心城市 一舉變成一個比較靠邊境的城市 因此才把我們新疆的首府搬去烏魯木齊 但是依然是不會令到伊寧市的色彩有任何的減弱 因此我們在這裡就重點留兩天來玩進整個伊寧 在伊寧的附近就有非常漂亮的天山花海可以讓我們看到 就正如我上面的這些照片一樣 天山花海它漫天的芬衣草 是不單止在全中國還是全世界的範圍裡面 數一數二能夠做到萬山芬衣草地方 所以千萬別以為芬衣草只有日本的北海道富良才有 來到天山花海這裡 可能你就要改觀一下 然後我們就會進入到伊寧市 來看看著名的六星街 六星街其實就跟一個小型八卦城一樣 它同樣也是由一個易經的八卦heads 而設計成的街道來的 而在六星街 匯聚于不同新疆的少数民族 所有的特色都会在这里找到 试问我们又怎样可以坐过呢 之后我们就会去到旅程的第七天行程 同样地都会来到见识一下伊宁市作为一个 匯聚着所有新疆少数民族的这个城市里面的特色 因此我们就会来到以南白色为主调的客赞旗民族街 来坐下马车 放慢我们自己的脚步 来看看这个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地方 上面再来探访当地的居民进入他们的庭院里面 去吃一下当地人亲手制造的手制雪糕 来过一个合意的下午 这才叫做人生一大乐事 然后我们也会去到旁边的汉人街 这个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条食街 而当地人也都会称汉人街为一条武汉人的汉人街 来作为他的卖点 再之后我们就会去到伊宁的哈萨克自治州里面的博物馆 正所谓去到一个充满文化色彩的地方 第一时间当然就要去他们的博物馆 才能够真正了解到当地的历史和文化 由于伊宁是代表着整个伊犁河谷的象征 这里从前也是古代的西域三十六国里面的乌宣国 而我们在博物馆里面就可以看到一幕 这一幕就是当年的汉武帝 为了联合乌宣国去击败 当时穷凶极恶的兇奴 因此也都将 两名的公主 先后远嫁到乌宣国 他们分别是西军公主和解邮公主 他们两名公主都可以说是 我们中原历代王朝以来 第一批 远嫁到中原以外的公主 比起我们所熟悉的 王超军 也就是 超军出赛的故事 还要来得更早 然后我们也会在博物馆里面看到一些很特别的石像 究竟这些石像是代表着什么 大家去到就会知道当中的迷底 之后我们就会来到行程的第八天 离开伊陵市 就会去到附近的 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这里就是 有大西洋 最后一滴眼泪之称的 蔡里木湖 同样地 蔡里木湖 身为 新疆里面 海拔最高 面积最大的高山冷水湖 所以 它的风景 是十分漂亮的 由于它是 整个大西洋暖流里面 因为附近的天山山脈 阻挡着 这些湿暖气流的关系 来到这里 大家就会见识到 原来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蓝色 是叫做 蔡里木湖的蓝 这个湖泊 背靠雪山 湖边就是广阔的草原 从前在这里 是没有任何的鱼类生活的 但是自从 在二十年前 我们国家 尝试引入 白鸽鱼 在蔡里木湖 去到养殖 结果获得空前的成功 就令到蔡里木湖 也都成为了我们的高山白鸽鱼 这种白鸽鱼之王的一个 非常良好的棲息地 这里所出产的白鸽鱼 比起他在欧洲的祖先 更加适合在这里生存 也都为到新疆 带来 另一种经济的收入 当然 在我们 前往蔡里木湖 的途中 也都会经过 有全中国 最昂贵大桥之称的 果子河大桥 同样地 都可以 在我们这个旅程里面 见识见识一下 之后 我们就会来到 望到冰山的 灰屯市 稍作休息一晚之后 就会进入到 第九天的行程 就会来到 有亿年奇观之称的 独山子大峡谷 讲起大峡谷 大家比较常听见的 当然就是 美国的 大峡谷国家公园 但是如果你来过 新疆的独山子大峡谷 可能 大家就要改一改观 属于我们中国的 这个独山子大峡谷 曾经荣登 国家地理雜誌 也是我们 全国最美公路的 独库公路里面的 第一个景区 这里也是 多套电影 的拍摄取经场地 整个谷底 阔100-400米 谷坚阔 800-1000米 由谷底到谷坚 可以深于200米 海拔1070米 来到这里 大胆的朋友 也可以尝试一下 来走一走 位于大峡谷里面的 玻璃盏道 来挑战一下自己的胆量 在看完大峡谷之后 我们就会回到乌鲁木齐 这个新疆的首府 从前来说 在一些传统的行程里面 乌鲁木齐 只是作为 新疆之旅 进出以及 补给 的一个跛脚点 正因为这样 很多人都 忽略了 乌鲁木齐 作为新疆首府 其实他也是具有 丰富的旅游价值资源 因此 我们就会来到 行程的第10日 以及第11日 来到重点 玩一玩 新疆的首府 乌鲁木齐 第10天的行程里面 我们就会去到 乌鲁木齐附近的 天山天池风景区 天山天池风景区 作为 国家重点的 5A级景区 以及世界的自然遗产 在这里 绝对有 不会输给其他新疆 其他风景区的 壮丽景色 当然 除了看风景之余 我们也要 重点来发掘到 当地的人民色彩 因此我们就会去到 我格仔认为 全新疆最正的博物馆 位于乌鲁木齐市的 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就是我们了解到 新疆 人民风情 历史文化的 最佳博物馆 在这里 最出名的 当然是 有古代 西域36国之一的 榴兰古国 里面的 榴兰干司 除此之外 如果大家还想看到其他 在古代西域 的一些奇珍异宝 这一道 绝对能够满足到 大家的好奇心 大家就可以从 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里面 感受到 西域 这一道作为 我们以前中国 要去到 和其他世界各国 连接的唯一通道 丝绸之路 的必经之地 当中 飞煌吹灿的历史 都可以在这个博物馆 里面 见得到 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第十一天的行程 在吃过早餐 漫游到当地的 一个著名的公园 洪山公园 来俯瞰整个乌鲁木齐市 之后 我们就会去到 一个我格仔认为 相当之好玩的景点 这个景点 就是位于乌鲁木齐的 新疆古生太原 汉血宝马基地 汉血宝马 大家就听得多 究竟 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有汉血宝马 答案就是 不单止有 在这里 还有形形色色 不同的 汉血宝马 来到这里 为什么汉血宝马 要称呼为汉血 当你看过之后 就会找到当中的答案 作为我们 中国历史上的千年名区 汉血宝马 优美的形态 以及是敏捷的身手 真是绝对能够称得上 马中之王的这个称号 难怪汉血宝马的身价 曾经在拍卖会上 是可以高达1600万美元 折合我们港币 是达到1亿2800万 足够我们买20台法拉里有余 而来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见识到 纯种的汉血宝马 一度 他的神秘风采 而不单止是这样 除了汉血宝马 这些这么珍贵的马匹之外 在园里面 还养着 来自于世界各地不同的马 而当中 还有全世界体型最庞大 体重最重的下耳马 这种类型的马 他站立起来的时间 肩膊位置 已经超过2米高 整个人走过去 就仿余 好像缩小了一样 当时我看到的时间 都吓了一跳 整只马 他的体重是可以超过1吨 而且在园里面除了马匹以外 还有大量珍贵的奇珍异宝 也同样地 给我们一个理由 值得花时间 在这里留点 然后作为旅程的尾声 当然我们就要来到 非常之著名的 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 国际大巴扎 来作为最后的血拼 买多些手信 带回香港 大巴扎在新疆维吾语里面 也就是解造 大市场 顾名思义 这里就是汇集着全新疆 形形色色 不同种类的商品 是旅游人 来到新疆 必去的景点 然后经过这么多日精彩的旅程 我们就会来到第12日 乘坐直航的飞机 回到香港 作为这次旅程的完结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 这次我们的行程 是会包送一张 舊玩全程12天的电话数据卡 就让大家 在旅途里面 都可以暢通无助地上网 再加上 亦都有一些 老人家的优惠 以及 我们专等为大家 来精心安排到的 俗称 飞机以旅游大巴的 这些豪华巴士 都会提供给大家 去舒适地 玩尽 新疆 这些12天旅程 大家对 这个旅程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 加852 6828 7447 联络潘小姐 报名 以及 查询行程的细节 以及价钱 再说一次 是WhatsApp 加852 6828 7447 联络这个WhatsApp 希望到时见到大家 和我隔着 玩尽这12天的新疆之旅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来到这里 临结束之前 再次提提大家 记得订阅新潮民的频道 新潮民2.0的频道 以及 在订阅的同时 记得按旁边的铃铛 再按全部 才为之 完成整个订阅的流程 这样你才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和直播通知 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来到这里 拜拜